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粮油储藏课程教学的开篇 序论 本讲要点分三个方面 一是为什么要学习粮油储藏这门课 二是学习什么内容 三是怎么学 介绍学习资源和学习方法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粮油储藏这门课呢 介绍一下粮油储藏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粮食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质 粮油储藏关系到我国十四亿人的健康 市场供给和国家稳定 粮油储藏的重要性可分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从需求上看 口粮 饲料用粮 工业用粮 需求量很大 二是粮食是季节性生产和常年消费的产品 它存在着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性 我们知道粮食呢 一般是一年一季 而我们使用粮食呢 是长年的 是持续性的 这就对储藏造成了必然的需求 三 从空间上看 粮食产区和销区存在不平衡性 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的限制 我国的粮食主产区 如版图上所示 紫色线包围的部分 可以看出比较集中 产区和销区不平衡 所以销区必须从产区 把粮食构进来 存起来 四 粮油储藏还有应对自然灾害和 暂备用粮的需求 五 从粮食流通业务上来看 分成收购 运输 加工 销售和储藏五大环节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粮油储藏是重复出现的中间环节 充分证明了粮食储藏的重要性 我们说任何粮食企业都需要设置 粮油储藏岗位 二 了解一下我国粮食安全的形势与政策 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来黑龙江视察指出 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我们知道国际粮食贸易量每年两亿多吨 而中国14亿人口消费量每年超过5亿吨 所以吃饭问题不能依赖进口 中国碗要装中国粮 我国的粮食产量到2020年已经达到了17年峰 但我国耕地面积有限 粮食不可能无限征产 据统计我国粮油产后损失情况是 粮食在流通和消费领域的损失 占年粮食总产量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6000万吨 接近于黑龙江一年的粮食总产量 是两亿人一年的口粮 这是多么惊人的损失 所以我们一定要节粮爱粮 这其中在粮食储藏运输环节的损失 达到1000万吨 比如说每一遍和重拾造成的损失 那么作为粮油仓储工作者 一定要科学保粮 节粮减损 守住管好粮油储藏这块无形粮田 我们来看这个表 这里所列的是粮食产量前四位的省份 我们看到黑龙江省 从2015年到2020年 稳居全国粮食产量的全国第一 而且我们也知道粮食的商品量 黑龙江省也是稳居全国第一 充分显示出黑龙江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的突出地位 那么温家宝总理曾经对黑龙江省的代表说过 全国大粮商败脱黑龙江 对黑龙江的这个粮食生产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广积粮 积好粮 好积粮 是李克强总理 对我国粮食储备从数量到质量到储藏技术方法上提出的总体要求 目前我国的粮食储藏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粮食储备的数量也比较稳定 那么我国的小麦和稻谷的库存量目前是够全国人民吃一年 那么中央储备粮呢有四分之一储存在我们黑龙江 所以粮食储存安全需要我们黑龙江粮食人的担当作为 下面介绍一下粮油储藏的分类 粮油储藏分周转储藏和后背储藏两类 所谓周转储藏是指粮库设在产粮区或物流节点上 对粮食进行初步整理 储藏期较短 这呢是中粮大连的一个粮库 那么它呢设在海港码头 主要是进行粮食贸易 储藏期比较短 所谓后背储藏是指粮库设在中心区 储藏期比较长 对粮食储藏技术要求较高 这是中央储备粮的一个指粮库 那么他们储藏的就是属于储备粮 属于后背储藏的范畴 那么后背储藏的功能 一是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 动用储备平易社会无法承受的粮食市场价格波动 二是保持一定的库存量维护粮食安全 比如洪水地震整自然灾害 那么国家可以调动储备 来这个保证老百姓不会饿肚子 二 粮油储藏这门课我们学什么 首先介绍一下粮油储藏课程的性质 粮油储藏是对接职业岗位的核心课程 它对应的职业是仓储管理员 说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是粮油仓储管理员 所以我们说这个粮油储藏 是粮油仓储管理员 职业资格证书的对应课程 那么我们同学毕业的时候 可以考取中级或高级证书 粮油储藏也是教育部 4.1加X粮农失品安全评价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课程之一 我们学校目前是证书试点单位 考证的工作正在平稳推进 了解一下粮油储藏的基本任务和岗位职责 粮油储藏的基本任务是 保持粮油原有的品质 保持新鲜度 减少损耗 降低储粮费用 粮油储藏的岗位职责是 保证储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藏安全 那么我们知道粮食是活的有机体 它的储藏不像沙子水泥那么容易 只有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能 才能胜任持枪工作 主要的粮食储备品种就是四大原粮 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 也是针对这四个两种呢 开展教学 下面介绍一下粮油储藏的学习内容 也是本节课的重点 粮油储藏分成 粮情检查、粮情控制和处理 以及相关基础知识三个单元 在粮情检查单元 我们设置了五个项目 也就是查储粮三温 判断储粮发热 查储粮湿度和水分 判断储粮结露 查储粮害虫 判断虫粮等级 查粮食质量 确认问题粮 查储粮设施和环境 及时发现安全隐患 在粮情控制和处理环节呢 我们设置了六个项目 一是控制储粮温度 二是控制储粮水分 三控制储粮害虫 四处理储粮发热没变 五处理凉堆结露 六处理虫粮 在这些项目里边 灰色字体呢 我们在另外一门课程 储粮害虫防治中学习 红治是我们这个门课呢 重点的内容 是介绍一下粮油储藏的现状 目前从这个粮食仓储设备设施方面来看 这个储粮仓风结构呢 逐渐趋于完善 能够实现 试散作业及散装散泄 散除散运 机械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从这个使用的储藏技术方面来看 主要是体验在 机械通风技术应用最多 烘干技术是最基本的粮食降水技术 熏蒸是治理储粮害虫的主要方法 推广绿色储粮技术 是我们目前这个大力提倡的 另外在粮情检查过程中 广泛使用了粮情检测系统来掌握 粮情变化的趋势 目前呢我们大力推广 绿色环保储粮方式 比如在我国北方 广泛推广的内环流控温储粮技术 在我国南方推广的 氮气气条储粮技术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粮库管理智能化也得到了推广 做到了粮食出入库一卡通 每一批储备粮都能做到可追溯 从这个图中大家可以看出 从入库制卡 到千样化验 到计粮 入仓 计粮 到出库结算 实现了一卡通 粮油储藏相关的法律标准 日趋完善 出台了一大批如图属式的 国家标准 粮食行业标准 和法律法规 使得粮油储藏业务有法可依 有章可依 对技术操作和管理提出了 规范化要求 那么这些标准我们都可以从 食品标法公众号里面查询 展望未来 粮油储藏的发展趋势是 从减损减项号到保质安全到绿色健康到体质增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这些目标的实现呢都需要信息智能技术来支撑 那么我们怎么来学习这么课呢 在学习通平台上我们准备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包括学习指南 学习任务书 PPT课件 文字教材 课堂教学录像 实际工作录像 和每章节后面的测验及作业 我们同学们可以通过学习指南和任务书了解学习要求 通过观看课堂教学录像 实际工作录像 以及查看PPT和文字教材 了解粮油储藏的基础知识 技能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方法 通过每章节的测验和作业来自测学习效果 此外还可以利用相关的拓展志愿学习 请同学们注意关注如下公众号 一是储粮科技 二是粮油科技 三是食品标法圈 那么通过这些公众号呢 我们可以了解粮油储藏的科技前沿动态 以及法律法规标准的信息 通过关注国家粮食与物质储备局 以及中储粮集团公司等微公众号 然后了解粮油储藏的实施动态 以上就是粮油储藏序序论的全部内容 在这一讲中我们主要学习了 粮油储藏的重要性 粮油储藏的学习内容 和学习资源及学习方法 希望有助于同学们 对粮油储藏课程的了解 鸡好粮好鸡粮 重任在兼 粮食安全靠你我 学好本领保粮安 同学们加油 剧版本领保粮 剧版本领保粮 和谐mia